解放军战机搭配攻击直升机 对太安进行火力打击 冲动南部战区第七十四集团军 进行渡海登岛作战 解放军两栖核成营在空中火力掩护之下 运用两栖装甲车 组织周波攻势抢占摊头 再由步兵深入扫荡 这样陆海空联合作战 不正视我国汉光三十六号演习 负责进攻的红军 解放军用这个模式夺倒操演成功 对台文攻武嚇意味浓厚 就在这时大陆学术平台公布卫星图 美军美丽坚号两栖攻击舰 疑似出没在台湾东部海域 美军就这么巧也在网络发布 美丽坚号在海上操演画面 苏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 美丽坚号然后它可以搭配F35B战机 然后它其实大概每一年 至少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在西太平洋地区巡异 对北京当局进行一个战略吓队 两栖攻击舰不光是执行两栖作战 必要时能让战机起降 也被外界视为轻型航空母舰 这时现身台海周遭也让外界关注 面对共军威胁西太平洋 美军是否继续加强力道 下半年因为美国第一艘 可以配备F35C号 航空母舰塔尔维生号 应该是会部署到西太地区 可以看那个时候 美国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战略的布局跟变化 航空母舰打击群巡异 解放军也不是没有打算 战机紧急升空进行防空演练 美中两大强权亦来亦往 美国如何自处考验政府智慧 东兄好 这就是平台北报道